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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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永福的缺局 耶稣是我 握紧的线长 祝荣耀喜乐 为神的厚寺 救赎功臣 有圣灵重生 偶尚喜听 永福的缺局 耶稣是我 握紧的线长 祝荣耀喜乐 为神的厚寺 救赎功臣 有圣灵重生 偶尚喜听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周夜长河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周夜长河 完全的顺服 快乐无比 永福的遗憾 永福的遗像 现在我心里 天使的信息 由天而来 保命中 周夜长河 保命中 怜悯 周夜长河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周夜长河 赞美我救助 周夜长河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周夜长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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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家人们 平安 今天是5月20号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特别的一天 因为520常代表着我爱你 今天相信有很多人 会向我们身边的人来表达爱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向爱我们的神来表达 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早晨求你 使我们有更多爱你的心 求主拿走那些 我们与你之间的拦阻 使我们可以专注的来爱你 使我们更多爱慕你的话语 透过你的话语 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 使我们知道如何来爱你 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是 以赛亚书41章1到16节 第40章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我们读以赛亚书 那40章带来了光明的信息 这里神安慰了他的百姓 写明神自己的属性 在最后神也鼓励他的百姓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让我们充满了盼望 进入41章 神再次对他的百姓写明神是谁 也写明他的主权 41章1到16节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每日颜金十一的主题是 上帝扶持软弱的百姓 我们先看今天的第一个段落1到7节 这里提到上帝主岛历史 我们看经文 众海岛当在我面前静默 众民当从心得利 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 我们可以彼此辩论 这篇41章的一开头 再度出现法庭开庭的场景 那这里神要众海岛都静默 众海岛指的是列国 静默的意思就是肃静 这我们应该不陌生 引神宣召列国来听他的审判 众海岛与众民都要静默 要聚集力量来到神的面前面对审判 也就是说 当百姓面对神的审问的时候 他们要提出答辩 第二节 谁从东方兴起义人 凭公义照他来缴钱呢? 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 使他管辖君王 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 如风吹的碎街交于他的宫 从东方兴起义人 这边指的是波斯王古列 他将在巴比伦以东 也就是伊朗兴起 他在公元前539年占领了巴比伦 而且颁布了命令释放贝鲁的犹太人 回耶路撒冷 而谁可以兴起这个人呢? 只有神 这里我们看见神 照他所要使用的人来 当这个人降服在公义的神脚前 神就成就他公义的计划和作为 神将列国交给他 使他管辖君王 神使他有权柄有得胜的能力 使与他敌对的都灰飞烟灭 神透过这个人来成就神的计划 他也就是神的器皿 所以神甚至可以使用异教的国家 来保护和照顾以色列人 因为神掌管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政治 神才是掌权的那一位 耶和华凭公义兴起波斯王古列 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 释放费鲁的以色列民 而且在之后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我们看第三节这里说 他追赶他们走他未走的道 坦然前行 讲到神凭公义兴起波斯王古列 神又修执他一切的道路 使他征服之路平顺 所以你知道神兴起的人 神必会帮助他 第四节 这里说到 谁行作成就这事 从起初宣照历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 这里又再问了一次 是谁呢 是谁行作成就这事呢 是谁从起初宣照历代呢 这里再一次强调做成这些的 就是耶和华 是神自己 神很果断的说 就是他自己 不是其他人 不是别神 唯有耶和华我们的神 拥有创造主的身份 神声明自己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他的永恒性 独一性 自有 拥有的自存性 回答了神自己提出的反问 这边说 耶和华神是阿拉法 是Omega 他是首先的 是末后的 他是出世中 是创始成中的那一位 也是在世世代代中 掌权的那一位 所以只有神是从更古到如今的 而我们知道每一代的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可是我们更要知道神的计划是世世代代的 神会在过去工作 神会在现在工作 神也会在未来工作 神他能够在我们祖先的身上工作 也会在我们的身上工作 神也会在我们后代世世代代的人身上工作 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的 其实只有过去和现在 可是唯有神能够将几千年 几万年 甚至几亿年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常常会为未来而忧虑 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 我们也常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下一个世代来忧虑 为了我们的孩子来忧虑 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的未来会如何 可是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唯有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的人生不是在我们的手中 是在神的手中 历史和未来也不是在我们的手中 是在神的手中 每一天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 因为这一切本来就不是我们所掌管的 只有神可以 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 海岛看见就都害怕 地籍也都占惊 就近前来 他们个人帮助灵舍 个人对弟兄说 壮胆吧 木匠勉力赢匠 用锤打光的勉力打针的 论汉弓说汉的好 又用钉子定吻 免得偶像动摇 刚刚提到神是创始城中的神 是拥有一切的主权 照理说人应该知道这件事 就要有敬畏神的心 可是是这样吗 这里说海岛看见就害怕 就是列国对神掌管万有的证词宣告 列国先是不明白不理会 再来就是都占尽就进前来 我们不要误会 他们一起进前来不是为了要寻求神要悔改 而是出于害怕 害怕世界的霸主兴起来毁灭他们 所以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赶快找同伴 找人 找身边的这些人 彼此壮胆 他们不是对彼此说 我们赶快来向耶和华神悔改吧 没有 他们对彼此说什么呢 我们赶快来铸造偶像吧 而且他们还非常的同心合一 彼此勉励 你看 木匠还勉励银匠 用锤打光的还勉励打针的 还跟汉公说 汉得好啊 你看他们彼此打气 真的非常的团结一致 对不对 最后还用钉子把偶像定稳 免得动摇 很害怕这些偶像会被动摇 那这些惊慌的百姓呢 这时候应该觉得 哇你看 我找到这么多的同伴 我找到最好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制造偶像作为庇护 来抵抗古猎的敬情 但是呢 他们以为寻求人 寻求偶像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真正该寻求的是耶和华 这位真正掌管一切的神 亲爱的家人们 或许我们读起来会很轻松 会觉得 这群人怎么这么的愚昧无知啊 怎么这么的不知悔改啊 可是其实我们 会不会常常也落入了 同样的情况中呢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 我们会找谁来帮助我们呢 常常我们第一个想的是 我手中有什么资源 我的能力到哪里 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我要找哪个人来帮助我呢 或是想从环境中找到帮助自己的方式跟力量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会想到说 我要去哪里拜拜比较灵验 但是当我们信主后 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的神呢 当我们觉得寻求哪个人 或哪些方法比寻求神有用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偶像 会不会我们也正拿着钉子 想定闻我们心中的这些偶像呢 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要特别留心一件事情 当我们遇到难处 当我们遇到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是找谁呢 会不会我们也像这些木匠银匠 这些一起制造偶像的人一样 我们同心合一 同仇敌开 可是我们说的 我们做的 却是跟他们一样 是不合神心意的事呢 好像这些人 他们也彼此勉励 我们真的要想一想 我们对人的勉励 到底是体贴人 还是体贴神呢 是把人带向神 还是使人远离神呢 特别是有一些人 我们常常很容易不自觉的 就聚在一起 开始论断小组的弟兄姐妹 论断领袖 论断教会 还彼此勉励说 对啊你看我了解你啊 反正那个谁谁谁就是这样啊 反正你看教会就是这样啊 会不会这是我们常常的光景呢 或是当有人远离神 可能你还跟他讲说 哦没关系啦 我跟你一起啦 但是是真的没关系吗 你又要跟他一起到哪里呢 是一起走向神 还是一起远离神呢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 是不合神心意的 我们自己不要去做 我们也不要一起纠团去做 有的时候常常看见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为了壮胆就一起纠团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呢 当小组长或是领袖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高兴 甚至愤而离开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这是我们需要留心的事情 到底我们是同心合一的 在建造神国 还是同心合一的在建造偶像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同心合一的走向神 而不是同心合一的远离神 让我们分辨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的口 第二个部分 我们一起看八到十三节 主题是以色列当胜过恐惧 我们一起看八到十节的经文 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 雅各我所拣选的 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我从地籍所领来的 从地角所照来的 且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你 并不弃绝你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第八节的为你带出了一个转折 神从被他惊吓的人 那些被他惊吓的人 转向自己的百姓 神说 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 也是雅各我所拣选的 而且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里带出了神对以色列的拣选 以及救恩的神谕 亚伯拉罕被神称为是他的朋友 这是非常亲近的关系 神通过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 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配的荣耀 而是因为神的主权 尽管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在地上代表他 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其实辜负了神 所以他们被掳 但是在这里神再一次对他所拣选的百姓 表明了神自己的心 在第九节看到神不弃绝他所拣选的人 在第十节我们看到 神既然拣选了属他的百姓 他就永远是他们的神 神与他所拣选的人同在 并且神他扶持帮助他的百姓 所以属神的百姓可以不用害怕 这段话不只是给以色列人 也是给我们如今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人 我们都是神的选民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 也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托付 或许跟随神会有许多的挑战 困难甚至是患难 但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他与我们同在 神也与我们建立了关系 神永远是我们的神 并且神给我们他的力量 使我们可以战胜死亡与罪恶 我们再继续看十一到十三节的经文 凡向你发怒的都必爆亏蒙羞 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 并要灭亡 与你真敬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 与你争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 必掺扶你的右手 对你说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神再次鼓励属神之人的心 那些与神的百姓相敌的 就是与神相敌 与神的百姓相争的 就是与神相争 以色列的敌人只能爆溃灭亡 成为虚无 同样的与属神百姓相敌的 神也必会亲自出手 今天特别鼓励我们当中 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或许你持守神的话语 使你在家中 在职场中 遭遇了一些人的反对 但是神今天要对你说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也要鼓励我们当中 每一位服侍主的仆人十女 特别是我们当中的 小组长和区长 或许在牧养的里面 你会面对许多的张力 面对许多人的情绪 甚至一些让你觉得难受的话语 或是一些回应 今天神也要对你说 我耶和华你的神 必参扶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亲爱的家人 亲爱的小组长区长 亲爱的每一位服侍神的 属神的儿女 今天早晨 神要鼓励你 不要害怕 也不要灰心 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所呼召的 神必与你同在 也必帮助你 第三个部分 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 你这宠 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 不要害怕 耶和华说 我必帮助你 你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哪 我已使你成为有 快池打凉的新器具 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 使刚林如同康比 你要把它博扬 风要吹去 旋风要把它刮散 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 这边说到你这宠雅各 这是以色列人那时候 对自己的评估 因为在巴比伦的权威下 以色列人看自己 就像虫一样的软弱 你知道虫是被踩在地上 是被人藐视 被人所厌恶的 可是神怎么说呢 神说我必帮助你 你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有一位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神 也不要忘记 我们是谁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宝贵的儿女 不管我们觉得 自己现在的环境如何 不管我们现在觉得自己如何 因为有神 我们如从一般的生命 就要改变 神说看啊 我已使你成为有筷齿打凉的新器具 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 使刚林如同康比 你要把它薄扬 风要吹去 旋风要把它刮散 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人们 今天早晨让这段话语 成为我们里面 一个新的看见 一个新的认定 一个新的盼望与力量 因为神的百姓是有能力的 你和我是有能力的 我们要成为那筷齿打凉的新器具 是又新又尖锐又有双刃齿 是可以把山林打得粉碎 使刚林如同康比 我们是有能力的 十六节提到 你们要把它补羊 风要吹去 旋风要把它刮散 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为花药 打碎补羊 是只能服食穀物脱骨的动作 经常会用来比喻上帝的审判 以色列将成为上帝审判列国的工具 这里指以色列必除去拦阻他的一切 包括所有欺压者 罪孽半角石和障碍 巴比伦压迫者将被迅速扫除 如羊场中碎阶出康被风刮散 当以色列民从贝鲁之地归回 必会以耶和华为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为花药 神的错为使人欢欣喜乐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是有神的人 神胜过我们的环境困难 胜过我们的感觉与经验 我们要以耶和华为喜乐 要以以色列的圣者为花药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还是虫的 觉得我们自己是软弱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神 从今天起 我们要成为神手中 有筷子打凉的新器具 我们要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侍奉中 发挥属神属灵的影响力 亲爱的家人们 今天的经文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说 或许我们都像以色列人 我们被神拣选 但我们仍然常常悖逆犯错 甚至远离了神 或是我们到如今 还看我们的生命是像虫一样的 可是今天神透过经文 再一次的告诉我们 祂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祂所拣选的 神不会撇弃我们 更不会放弃我们 或许现在的环境 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虫 但是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要相信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们要选择相信我们的神 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 是祂 是祂 不是我们 唯有祂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更古到如今 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 以至于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有神 神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那一位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帮助 也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是我们永远的喜乐 最后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今天的主题说 上帝辅助软弱的百姓 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 求主今天也扶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 主你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够好 而是因为你的怜悯与恩典 因此我们需要谦卑 需要向你祝福 也求主赐给我们顺服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 是你而不是我们 今天早晨 我们要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生命 和所有的主权交还给神 让我们有全然顺服的生命 也求主赐给我们刚强的心 在主的里面 我们不再看自己是虫 我们都要成为有快持打量的新器具 因为有神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改变 因为有神 我们就可以得着帮助 求主使我们知道 在家里 在职场 在侍奉中 我们可以为主发挥我属灵的影响力 谢谢主每一天赐给我们话语 求你用你的话语 天天兼顾我们的心 使我们不再寻求人 不再寻求偶像 使我们每一天在你的话语中 被光照 被炼镜 使我们都能成为蒙神悦纳的器皿 成为你圣洁蒙爱的百姓 谢谢主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